台东图书馆将在5月28号即将办理课语活动推广 利用绘本来让大小朋友学习日常的生活对话 除了是透过绘本阅读学习客家化 也会设计小游戏以及DIY活动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学习推广 让大家可以多了解本土语言的文化 台东图书馆在5月28号即将举办课语活动推广 利用绘本让大小朋友学习日常生活的对话 台东西立图书馆为了要推广本土的语言 在这个本土语言我们针对在5月28号 会针对客家语客语的这样的一个学习阅读 做一个活动的一个推广 然后我们会应用我们绘本 就是客语的绘本用客语的方式 客语的对话 还有就是故事的内容会请客语的老师 跟我们来参与的伙伴朋友们学员们 用客语的方式 结合日常的一些生活的对话 比如说就好像回到早期 我们在跟家人家里的人互相对话 都是用自己的语言 除了透过绘本阅读学习客语 也会设计小游戏以及DIY活动 让大家可以更贴近绘本内容 那我们在推广这个客语的时候 同时也是透过书本的阅读 然后里面的一些情境 做了除了阅读说之外 我们还实际结合了阿嬷的落众 里面的情境 绘本里面的 然后跟同就是来参与的人 做一个游戏啦 DIY啦 让他们对这个绘本当中的故事 更加的深入 然后呢 收客语这个好像就比较日常 这么轻松 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学习推广 让大家可以多加了解 本土语言的文化 借全英如台东市报导 好